如果說現在週刊報導為真 再搭配我6月看到的是真人不是鬼 這兩個要透在一起嘛 5月ORANGE精華出鏡 這件事情真的 橘子就出國了 6月6號 我在士林地方法院柯文哲告我開庭 柯文哲傳的證人叫橘子 橘子又出現在我面前 活生生在我面前 他為什麼要當證人 他說了什麼 反正現場就要證明柯文哲沒跟高雄安吵架 證明他多核心 不重要的案情 總之報告一個消息 柯文哲告我要告書 但他放棄上訴了 反正你贏了就對了 這個案子算結束了 結束了 他放棄上訴 讓我置錄一下 我們也很關心進度 我們也很關心進度 另外一個好 那個網友幫我加油 好讚好 然後現在就是回來 6月份他出庭這件事情代表什麼意思 週刊報導如果微真 加上我6月看到的是橘子本人 不是其他人 不是變裝的人 不是假人 不是鬼 是真人在那 那代表他5月出國之後 6月又回來 我問你個問題 如果5月聽柯文哲的命令出國 偶爾人舉出國精華 6月馬上可以回來 請問這段時間他幹了什麼事 一定開始喬啊 如果是要逃避 要躲減連追蹤 就不回來啦 就不回來對不對 對啊 那代表是去處理 可以處理掉的事嘛 來我們搭配週刊報導 是不是有想什麼400萬 先出國可以先處理 是不是有400萬 把錢帶出去 是不是有錢的事 到日本給阿謠之類的 是不是有冷錢包 冷錢包先出去了 我沒有證據 但我們用邏輯推演嘛 推得起來 5月你出國 6月可以回來 你一定是去處理什麼事嘛 好再來 6月回國之後 我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出國 但知道 又出國了之後 8月再回來 這段時間你又出國 處理什麼事 8月回來之後 沒幾天 要搜索前後 馬上又溜出去 再也不回來了 就這一連串的時間 要嘛就滅政 要嘛就串政嘛 早下5月份的時候 就被通風暴信 是一直到8月29號那一天 才算是發動搜索 對啊 結果還是被他跑了 對然後發動搜索後 然後跑掉嘛 那這過程當中一定是 橘子有接到消息 你的事情 柯文哲會把橘子 從國外叫回來代表 橘子對柯文哲來講 非常重要 所以那個USB裡面真的是一個大秘寶 那個文哲哥 我想的是另外一個層次 他們都不是笨蛋 5月出國處理完事情 6月趕回來代表什麼意思 該處理的事 5月都處理掉了啦 不然6月怎麼趕回來 這講白就這樣 後面這個叫跑路 叫不面對司法 叫做逃避 5月到6月的時間是 有東西先去處理掉 6月回來有事無恐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是嚇出一聲冷汗